I... It felt good To see you crawling again After you left me for hair was so so good 下個星期就要搬家了 然後目前房間盛況空前 打包中的有這一箱兩箱三箱 打包到一半 然後外面也有一些打包好的 帶你們去看 這邊呢是我們打包好的東西 有一二三三箱 然後上面這個很像垃圾的東西 過來帶你們看 其實它就是一堆外套 你們有看得出來這些衣架嗎 但是我在網路上看到人家說 打包大衣厚重外套的方法 好像真的蠻爽的 就不用把那個衣架一個一個拆下來 然後還要折 就直接從衣櫃裡把搬出來 然後用大垃圾袋套住 簡單快速 我們現在正在前往新家的路上 今天要去拿鑰匙 今天也是我們第一次親眼見到我們的公寓 然後我們星期六就要搬家了 就是又興奮又期待 但是又有點害怕 希望待會看到的公寓會還不錯 然後就先這樣 感覺很不錯 你們準備好要來看我們的新公寓了嗎 進來就看到大大的落地窗 然後這邊裡面放的是洗衣機跟烘衣機 超級大的 幾乎是我們之前用過的1.5倍 直立式的文童洗衣機 有夠特別 然後背面呢就是我最在乎的廚房 但其實我最想要的應該是那種有中導的廚房 但是沒辦法 這間比較便宜 所以就還是選了它 廚房最重要的當然是要有洗碗機啦 主婦的好幫手 這個洗碗機不算太大 但應該兩個人也夠用 後面這個小小的檯面 這邊有微波爐還有烤箱 那這個爐台是火的 好 那要正式進入我們的客廳 其實客廳好像也沒什麼好看的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陽台 然後我們是在二樓 好 那回頭看廚房的樣子 就這樣 就露出一小塊 那我們 來前往 主臥 其實它的主臥 不算大 就這樣 小小的一間 然後這邊有一個 Walk-in closet 還蠻大的喔 而且它有一些收納的架子 卧室的對面就是廁所 跟我們現在住的廁所比起來真是大多了 然後也非常的乾淨 這邊就有一個小小的衣櫃 整個房子看起來還蠻喜歡的 讚讚讚 那這裡就是我們的新家了 星期六搬家之後就要住在這裡 之後我也會把搬家的過程紀錄下來 那就搬家那天再見 沙漆喔 哪有這麼誇張啊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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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在那邊裝 我們用零零碰碼而已 準備好要看我們打包超驚人的東西了嗎 超級無敵多的 大概現在目前已經有12箱 我們沒有太大的箱子 所以就很多小小的箱子 我們把沙發這樣包起來 因為它是布的比較不好擦 我們終於快要打包完了 現在已經是我們搬家前一天的 晚上11點半 天啊 災難現場搬後的房間 明天這些東西全部都要走掉 好 我們要繼續 趕工 待會兒收到一個段落 我今天就會洗澡 然後明天早上繼續努力 好 就這樣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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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 可是還能不能秤 聽著 全性黃 Didn't 有嗎 你 他 那麼 這 是 就是我們大部分的雜物機器類 房間還有一些床具等等的東西 然後馬克已經開始把一些比較難帶的東西放到他的車上 我們現在也已經打包告一個段落 就看搬家公司什麼時候會出發來幫我們搬東西了 本來中午是不打算吃飯的 但是整理整理超級餓 所以還是決定來吃飯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室友忘記帶走的筷子 才有東西吃 吃昨天吃剩下的義大利麵 我們的搬家公司終於來了 天啊他們搬得超快的 兩趟就已經退下這麼少了 太強了 我們準備要先去新家了 待會兒搬家公司就跟上 其實我們的東西還蠻好的欸 裡面才一點點 連三分之一車都不到 呵呵 現在時間 下午5點 搬家公司只花了半個小時 就把我們所有的東西搬上來了 搬家公司去登給我 吃鐮肉 這味還蠻好吃的 可是什麼肉嗎 好 好像那個魚肉味就被 醬嗎 醬再過去 那是我的 可是我覺得好像不夠 真的不夠肥啊 對啊 不夠肥啊 你看它那麼白 你不要割菜吧 因為你真的還活那麼吃 等一下很兇耶 結果我們租窗也租到了10點多 好累喔 現在真的要準備洗洗睡了 這就是我在疫情中搬家的過程 希望大家還喜歡今天這個影片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別忘了幫我按讚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拜拜